耶!三個杯麵完成 好!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今天是親子挑戰 開手 前陣子呢 Peter在網路上看到一個超級可愛的迪士尼風格午餐便當 有沒有很興奮的感覺 感覺超厲害的喔 來做那個Baymax造型的午餐 我們今天要挑戰做3D的 3D的 整個立體起來 感覺已經很可愛了 先來做身體 身體最大 小心燙 好 這樣應該夠 然後呢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像捏飯桶那樣子開始囉 然後就是 小心燙 先揉一個大小 這樣子 然後呢好了之後兩邊稍微捏一下 因為這是它的手的部分 所以兩邊稍微捏一下 再來我們要捏頭的部分 好先這樣試試看 如果到時候覺得頭的比例太小 你就再把它打開 然後再加放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擔心太多或太少的問題 因為這都是可以再加的 它不是一次就定生死 就捏一個圓圓 搓湯圓 搓湯圓 然後大概是有一點點小橢圓的感覺 小橢圓的感覺 這樣 然後呢看跟你的飯的比例 會不會OK 好像可以喔 好那這就是頭 我們一樣先放旁邊 接下來要做手的部分 然後再把它揉一揉變成長形的 好好像可以喔 好再來是另外一隻掃 看兩個大小有沒有一樣 覺得一樣就可以了 放在旁邊 最後就是腳腳啦 腳腳就是兩顆圓圓的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好一樣 然後我應該會把它捏成圓圓邊邊的 這樣等一下再放的時候 比較不會亂跑 大概抓手的一半 我自己抓的啦 這是我自己抓的 我們的杯麵快要完成囉 好看有沒有跟另外一顆差不多 感覺差不多 好可以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讓杯麵做起來 先找定你要的位置 然後把腳腳擺上去 我坐後面一點好了 好再來是身體 身體要跟大家說 再捏一點點手的空位 然後讓手可以擺在這裡 就是待會要你這樣子放上來的時候 會比較可愛 好 好 好像有機會喔 接下來是手手的部分 讓手手擺進去 好像可以耶 原來越來越可愛了 好 再來是另外一隻手 哇 好像有耶 最後是頭 大致上完成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去找海苔 幫杯麵做他的眼睛的部分 好 先來剪 杯麵的中間那條線 很細很細就可以了 不用太粗 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再來是剪眼睛 眼睛就一樣剪個圓 這樣子兩個圓就一模一樣大小囉 哇 有了有了 好可愛喔 媽媽的杯麵第一隻 第二隻的步驟就一模一樣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 登登登登登登登 好可愛喔 耶 三個杯麵完成 好啦 感覺還可以 哈哈哈哈 我們接下來就是 做其他的裝飾 這配菜放上去了 耶 好 準備開動 OK 久等了 Cody開動 耶 立刻回了 成功 好 做好就是要給他回的 大家你們看 超級可愛的 超級可愛 有沒有 但你的心情好像不太好 我的心情有點不太好嗎 對你的有點垂頭上氣的感覺 有點憂鬱的感覺有沒有 不過看到這個這麼可愛 整個食慾都大增啊 不會啊 我覺得好不想吃喔 好不想吃嗎 捨不得吃 不要把它破壞掉 嗯 好吃好吃 雖然準備時間要很久 但是如果大家有空 然後有興致的話 我覺得這樣做起來 真的蠻有幸福的感覺的 就是其實是好玩啦 嗯 你可以用叉子了 你怎麼要吃媽媽的 嗯哇 蛋蛋也很可愛 是一個花的造型喔 嗯 耶 今天親子挑戰成功 好可愛好可愛 超可愛的 欸我覺得下次我們可以來挑戰做雪寶 欸雪寶應該也蠻好做的吧 因為它也是白白的 然後再加一個紅蘿蔔就是鼻子 這樣很可愛 OK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和按讚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好你繼續吃喔 好吃嗎 看你好不好吃 好你很誠實 你怎麼沒有好 因為她覺得還好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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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